你能想象到一个人努力工作生活 既然有一天会被大连人嘲讽丢人吗 如今它就发生在韩国知名男星 人史丸条泳之队友金太宪的身上 而面对大量网友和粉丝的指责痛骂 金太宪也只能无奈的表示 我也要生活 近日有韩国网友在论坛发帖中 看见韩国知名男团帝国之子成员金太宪 在一家物流公司打工 消息一传出了以后 吸引大量韩国网友的关注 更有不少帝国之子的粉丝痛骂他 是不是疯了 丢帝国之子的脸 为什么要干这么丢人的工作 就没有想过被人认出来丢脸吗 等等 对此在7月15日播出的某韩国网综艺节目中 当事人金太宪先是透露了 自己在退学后已经很久没有站在镜头前工作了 所以面对这次访问前一夜 根本没有睡好很紧张 点出了他演艺事业的窘迫状况 然后金太宪自曝他的父亲 在他8岁时就已经去世 他的妈妈也在他上高中的时候离世 自己身后没有人可以依靠 为了省钱生活 他曾在地下室住了好长一段时间 而且因为交不起暖气费 导致他冬天没有暖气可吹 患上了皮肤病 而现在每一天一睁眼就要担心访租 花费水电费等等 所以金太宪表示 自己在酒吧工地等地方上班 没有感到什么不同 而如此努力生活的金太宪 在看到自己在物流公司 从凌晨一点到早上9点上班的情况被曝光后 竟然有网友同批丢人 其中不乏一些粉丝让他感觉相当不理解 做这些工作怎么就丢人了 而对于可能会被带节奏 为什么队友没有给予金钱上的帮助 金太宪表示 早在帝国之子出道的时候 因为成员们各自发展差距很大 所以就约定不要羡慕嫉妒彼此的发展 个人收入就个人全收 但是则丝毫不影响成员之间的彼此支持 随后金太宪更是提到帝国之子其他成员 不管走到什么位置上 都会很温暖的联系他 问他过得好不好 冰塔露今年6月过生日的时候 收到了队友黄光星暖金祝福外 还收到了他的汇款 必希望努力生活的他能够一切顺利 不要太累了 而谈及其他队友的事业发展 金太宪更是职严都是他们该得的 并且拿人史丸做举例 只有史丸哥待收到一个拒捕后 就会下很大的苦工去研究他 上面写满了为什么怎么办 在这里要怎么做等等一系列的内容 而在讲述完其他队友在自己岗位上发光点之后 金太宪也透露 除了努力工作外 现在在拳击上也找到了兴趣 并且还在言语比赛中拿下了冠军 希望有一天能够打进职业赛 7月16日该采访经过喊媒曝光后 立刻引发了寒往任意 大量网友留言表示 真的很努力的在生活太帅了 说那种话的人请不要交粉丝加油太酷了 很多当国艺人的人很难回到普通岗位上堂堂正正的生活 不知道邪恶品的人什么心思 但那位好像在发光啊等等 其实说起帝国之子这个团 真的让柯代表也感到唏唏不已 一个团如果有一个大是一人 有一定几率能够带火这个团 一个团有一大半大是一人 团还是排在18线开位的就只有帝国之子了 当年帝国之子与自音不露几乎同时出道 郑融和带团几天内就拿到了一位 而没有知名度的帝国之子 叶盛盛在出道很久之后 才有了第一次被人熟知的机会 而这个机会是整员黄光星千难万难争取到的 前几年在韩国虽然整容已经很普遍 但是一人整容依旧是很多人不愿意提及的 而黄光星就主动拿自己开涮 自爆出道前就面试了多个公司 但是都被淘汰了 自己先去整了容才重新面试上现在的公司 很难得的是大众都吃这一道 于是很快黄光星靠着慈黑 以及活泼在抢心脏拥有了姓名 当时作为组合大哥的他 也马上开始了奶队友的任务 他真的很合格的大哥 带着成员上组艺主动抛个 甚至直接在节目上挂组合的大徒 一排一排的介绍成员们特制以及发展方向 就算是这样卖力的宣传 效果还是不如预期的好 因为其他成员总一梗并不多 黄光星再强也没有办法一一Q8 第二个开始奶团的 就是在12年紧接着发力的任势完了 任势完仅仅在拥抱太阳的用两钟 几十秒的劲动就上了热搜榜 不仅仅是脸好看的原因 而是任势完 真正把少年男主那种温柔异的气质 引移出来了 几十秒钟就能让观众对他有贪所欲 也让在组合中的人士丸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人知道自己擅长什么 很多事情就有了方向 在剧中的精彩表现 也让他拿下了人生中第一支个人广告 接下来的电影《辩护人》 让他正正开始显露风茫 而这个机会也是他自己争取来的 毕竟小公司哪有什么人脉搭上电影圈 也就是《辩护人》给了人士丸进入主流圈的机会 后来的《卫生》《想念哥哥》等系列作品 拿了电影大中奖 还有《青龙人气奖》和《演技大赏新人赏》 爱豆腐兵役代言是最多的 而任士丸的代言在兵役时期还算稳定 准确的说 市长觉得他已经不是爱豆了 而是一位转型成功的业员 任士丸当年也没少奶团 但是真的奶不活 就算是大罗水仙也无力回天 而后来靠综艺真正的男子汉 混出头的嫖酎值 真的是天生条件就出众 身材比例极其出调 每一看就很寒 但是又很具辨识度 刚开始在大公司待着的他 遭受到了别人的排气 最后换了公司重新出发 因为公司的包装跟不上 所以嫖酎值就一直跟着虎团一起抠脚 真正的转变就是参加了真正的男人 在当年这也不算是个好柄 毕竟节目刚开始知名度不高 但是节目强度非常大 只能说嫖酎值压对保了 节目火了人也火了 出道了整整三年后 团员火了好几个 这个团才有了第一次即将翻身的机会 那就是一三年初的专辑 主打歌风之幽灵 虽然腐化到丑的初级 编舞也毫无记点 但是歌曲质量非常不错 结果撞上了XO的跑项 对于这个团的运气 真的上人五话可说 是不是组合名起得太大了 成员压不住这个名字吗 虽然组合一直不活 但是嫖酎值一直努力的宣传 帝国之子 但参加我们结婚了 他也在节目出场之前 放完了一整首帝国之子的歌 在真正的男子汉里 也卖力的表演组合的主打歌 能做的都做了 不活还是不活 而嫖酎值火了哼 接拍的电视剧 无论多少次宠闻上流社会 这部韩剧 都会被嫖酎值给摔倒 他是真的我爸呀 在剧里 他与林志颜作为路登夫妇 值得太稀粉了 扎酥扎酥的男儿 与同样自我认知 极为精准的女儿 人设不是标签基点 主要是看谁厌 一个木头来演戏 多么淘酒的人设都没用 而嫖酎值角色其实是半扎的 是不符合于韩剧那种 付出型恋爱人设的 他是一直清醒又残忍的 与女儿出生的虚待差距 这种定位角色要是把功不好 很容易就被骂 但是嫖酎值很灵 他能够吃演习之晚饭 扎酥扎酥就是又扎又松 可以让观众爱这个角色的冷漠灵魂 这就是成功 之前想过这个组合很糊 但是没有想过会这么糊 刚开始看到帝国之子的获奖记录 就很让人惊讶 出道了这么多年 为什么一个男团 拿了一串偶像运动会的奖项 真的是有点搞笑 有点心酸 而贡献出这么多运动名次的 就是成员金统俊了 以酷似寒家人的外表而引起关注 又在偶运会优异的表现而小火 这几年也能接点电视剧 还有组影 成员只要不搞组合 大家都还过得挺好的 后来就算是公司 直接把红的成员放在一起 成了一小分队进军日本 还是一塌糊涂 他们就是不能聚在一起 哪怕都是红的聚在一起 就是糊的 而在组合中的队长稳均一 他也是稳全把组合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毕竟组合混了四个 作为队长又是少有私心 这个组合就崩了 16年光新与人士玩的合约即将到期时 明星帝国就表示 如果有经纪公司在合约到期前 与旗下一人联络 将会采取法律行动 越是这样越留不住人 也有的感情也都磨损在这种压榨和算计中了 公司想要留住一人全都走了 这就是报应 而合约到期后成员各自谋生 队长文君当了DJ 而金智燕和金泰县 也经常崩獨与粉丝互动 正希哲也只是偶尔出现在别人的印子里 和民佑还是在权里待着 这个组合就成了丹妃不解散 帝国这次成了寒军一大器官 成员活了一半 就算是拖着走也能拖起来吧 那为什么组合就是不活呢 其实就像大家疑惑 有些人为什么会活一样 习惯用常理推断事情 但这事实上有很多事情都不符合常理 这个组合 我可以拍拖着 我可以拍摁